四十年前時候人們近乎流行音樂會毀掉下一代 二十年前人們又近乎電腦和互聯網會毀掉下一代 十年前人們更加近乎智能手機會毀掉下一代 但是一代又一代過去了 歷史證明能毀掉下一代的是中國人的每一個上一代 裡面的那些對信仰的無知權利的迷信 智商的愚蠢金錢的崇拜 強權的貴族和豬一樣的狗活的上一代的一代代